来 樊斌 你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你跟周小北 你们这婚 到底离了没有 离了 这离婚证 你不都看见了吗 离了婚 你跑上爸妈家 吃什么饭 吃顿饭怎么了 以前你跟周小北 在一起 你还会撒撒谎 现在你跟我在一起 连谎都懒得撒 行了 行了 别哭了 别哭了 行了 别哭了 你听我解释嘛 是这样的 赵北他父母啊 不知道我和他 已经离婚了 怕他父母接受不了 所以我们打算 过段时间再告诉他们 那你就跑上 爸妈家吃饭了 这不是怕他爸妈怀疑吗 我们演戏给他看的 那你直接告诉我不得了吗 你干吗这么对我呀 好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你还没吃晚饭吧 气都气饱了 哪有心情吃饭 我要你给我保证 你再也不会见周小北了 我要保证了 你就不哭了 那我保证 我再也不见周小北了 你发誓 我发誓 你可以tr 亲粉丝 我身产 不会一定为曾有 云 VOICE 优优独播 今后秦 什么 你 是 我 阻优独播 一 走 走 晓月 你要的药我托人带回来了 一会儿自己过来取 我得在家陪我妈 到了给我打电话 拜拜 妈 妈妈 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 来 削了苹果 我中点维生素 来 听话 听话 吃一口 来了 谁呀 妈 妈 什么事 我爸 我爸 你怎么回来了 老头子 你回来了你 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 快坐快坐 快坐快坐 快点 快 快 你都怎么样了 没事 没事 没事吧 有事我还能处俩 吓死我了 可把我给累坏了最近 我听说你这两天到处折腾 折腾什么呀 我能有事吗 我能有什么事啊 臭老头 就你最倔了 他们就是找我去了解了解气了 行了行了 不哭了啊 不哭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装淡定 我差点晚节不哭了 你看看 行了 妈 人回来就别哭了啊 爸 去洗个澡吧 去去晦气 洗什么澡 我又不是从监狱里出来的 行老头 你还那么倔是吧 别把你那倔叉给你关煤了 行了行了 你少说两句吧 赶快赶快充茶去 来 一天吃几次每次怎么吃 全在里头了啊 多少钱啊 你干吗呀 不用钱 我不能送你了 我爸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说为什么是吗 我还不太敢问 你先上去了啊 不送你了 你注意点啊 拜拜 好 打电话啊 你看我干吗 有我陪着你还不够啊 你要想给他打电话 你自己打啊 我不打 来 自己打 我不打 怎么打 那可能 你去闪吧 你 глас透了 很想给你 看 Plant 你还不高兴 我还不高兴呢 您好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前两天在你那儿订了一张机票 就是去东京的 机票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再加一个人 还有票吗 帮您查一下 好 还有最后一张机票要吗 要 姓名护照 周小北 姓周的周 护 我 我打电话问一下 好 您好 她没接电话 要不你先把这张票给我留下 我现在马上回去问她 那这个我没法保证 因为现在是旺季机票比较紧张 您得抓紧 你一定给我留下 我现在跑去跑回 马上马上 好 谢谢您了 老秦 怎么了 鼻子怎么这么干啊 老秦 怎么了 鼻子怎么这么干啊 鼻子怎么这么干啊 啊 我现在还可以后面 到底否也有这么干啊 是的 我给了一个招き 我知道 我妈妈 toda没关系 不过 好 我妈妈 好 没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来 来 快快快 来 来来来来 来 火一个 你们都来我家干什么 你家 你家 老板 来了 这次拿多少 我先把上次账结了吧 好 来来 这边 上次一共拿了二十五瓶 我按每瓶二百五给你算 一共是六千两百五 账单给我 来 这边账 六千两百五 对 你给我六千二十去 谢谢啊 跟我算的一样 点一下 你这一瓶酒拿到一店卖 得发好几倍吧 你再帮我们送二十瓶吧 还是上次那个地方 好 记者千万要小心别让别人看见了 知道 放心 如果我把你工作缴了 我的生意没得做 对吧 小心点 对你也好 对我也好 希望咱们以后还能继续合作 怎么样 正好 等着我给你拿酒啊 好 二零八房间 昨天随负责了 黄总 黄总 有件事我想跟您说 说 我们这儿的销售 有人偷偷从外面的酒商那儿 拿酒过来卖 刚才一个小妹告诉我的 谁他妈这么大胆 敢在我厂子里做这种事 他妈不想活了 把它开了 是 是 你新来了 这种事还要问我 是 黄总 我刚来 所以有些事呢 我必须得跟您先请示一下 以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事有点意思啊 这么多年了 还头一回遇到这种事 这人谁啊 叫娜娜 娜娜 是不是长得挺高的 挺好看的那个 对对对 一脸苦的仇深 是 是 你认识她呀 她现在在咱们厂子里坐 是 对 在咱们厂子 我知道了 这事你甭管了 我来处理吧 胖子 这是两万块钱 你先拿着吧 你这干什么呀 我知道你给我偷偷点钱的事 我现在没那么多 等我妈的病治好了 我把深爱的交还给你 你这何苦呢 多此一举 我这偷偷点 没到不上你还 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 更何况咱们两个 什么都不是 我不想欠你太多 省得这愧疚是越来越深 怎么是你啊 你以为是谁啊 我怎么样 我 你干嘛呀这是 我还送快递呢 我还想哪天 给快递也配把钥匙 你怎么回事啊 打电话不接 敲门敲半天 几点了今天 中午了 我今天早上凌晨才回来 昨天小妻生病了 带她去打针了 好点了吗 看她活泼的那天 应该没什么事了 你来之前我做了个梦 你还有心思做梦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我以为你跟莉莉分手之后 想不开做傻事呢 怎么可能 我连离婚都没做什么傻事 你电话呢 我给你打那么多就是不接 电话还关微博炉里呢 都关机没电了 我说你是不是喝大了呀 把手机放微博炉里干什么呀 别说我了 你在找我干嘛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 韩文静她爸没事了 已经回家了 这么快就放出来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啊 你还生文静的气呢 这有什么可靠性的 像这种腐败分子 就应该多关几天 韩文静在干嘛呢 他今天不是应该大赦天下 大宴宾客吗 哪敢呀 老爷子平时就挺低调的 不爱搞这些事 出了这事之后 我连文静都变得谨慎了 不像从前那么打打咧咧的了 一家三口吃了顿饭 就在家吃的 谁都没叫 他还懂什么叫吃一线长一智啊 看来智商真是提高了 你说这事还有什么可庆祝的呀 晚节不保啊 植物都没了 我听文静说 老爷子自从出来之后啊 整个人郁郁寡欢的 不苟言笑 整个人都变了 是没什么好庆祝的 也不是什么争脸的事 一不小心再给庆祝进去 那不就赔大了吗 你怎么这么渴破呀 我充电器也忘了哪儿了 我去充个电啊 文静 喂 文静 冷眼儿 你在哪儿呢 我在外面呢 晚上出来陪我喝杯酒吧 这两天闷死我了 反正也不用上课 给我喝两杯吧 行啊 叫上小北呢 你为什么要叫他呀 不许叫 王小我告诉你 有他那没有我 还是我告诉你吧 韩文静 现在我就跟王源在一块呢 晚上呢我们俩一块喝酒 改天我就让他跟你绝交 周小北 我跟你没完 我跟你没完 韩文静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 把我家中间 你知道我怎么办吗 你俩怎么办怎么办 狗东西 你跟他友情 你砸到我手机上干什么呀 你家这么多东西 你不能砸 你非得砸我的东西呀 妈 饭了好了没 好了好了 快看看你爸去 看他干吗呀 他挺好的 看看去 你好 好什么呀好 我告诉你啊 今天早上呢 告诉他去跑步 他就不去跑步 我把衣服都给他准备好了 咱们劝也不下去 我估计啊 他是怕碰见手人 你也别多想了 肯定是累坏了 还两天就好了 回头我陪他喝两个 没事 你别美大美小的 他做好了没 好了好了 老头 别喊 干吗呀 你送回去 给你 干吗不一块吃啊 他今天早上就跟我说了 正式地跟我宣布 说从今以后啊 他一个人就在那儿吃 不会留下什么心理阴影了吧 快去吧 谁呀 谁呀 我这儿 我听说你妈出事了 别让你抓起来了 小点事 谁 谁说我被抓起来了 我这儿 小点家这儿 我房狗友 放出来了 什么时候放出来了 你 我现在没有进去 别生气了 你摔我手机 我都没生气 我没生气 把你的钱 这什么钱啊 别装了 文静都给我招了 我查过 我妈刚生病的时候 你摸摸卡里打钱了 每人五万 我为那么多 先还你一部分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你有病啊 你妈不是现在治病的吗 不治了 现在医疗费够 我先还给你 你最近不是也没介绍活吗 等回头我缺钱的时候 再管你借好吗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 中彩票吧 我要是真能中彩票就好了 中他个一千万 你一部分钱给我妈看病 剩下他们就全买房子 买个十几二十套的 我天天收租 那日子才叫充实呢 你以为房价还是前几年呢 一千万 在北京和上海那样的城市 稍微好一点地段 最多也就买一套 黄元 这前不是朋友会的吧 不是 我跟朋友会早就不联系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听说他现在浪子回头 在家好好过日子 这福尔摩斯心胸眼可真够大的 都过成这样了 还过一块 现在我多少婚姻 都是凑合着过的呀 是啊 都说是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 到头来还不是为了自己 对了 前两天万杰给我打电话 他说在夜总会看见你了 正在陪课呢 我当时就骂他了 我开玩笑呢 万杰没开玩笑 我确实在夜总会工作 你不相信啊 我就知道你也跟我开玩笑 差点上了敌人的道 你别理万杰 万杰那疯子吧 估计最近生意不太好 得谁看都像坐台的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这段时间 晚上一直在夜总会里卖酒 卖酒 对 卖酒来钱快 而且也比工资高 我那天确实是看见万杰了 我以为他没认出来我 所以就没跟他打招呼 没想到他都告诉你了 别憋了 还比工资高呢 要比工资高我也去干 你看我这样子像开玩笑的吗 你别吓唬我啊 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真的啊 真的 我一句都没骗你 你是不是 挺看不起我的 那些天你 你晚上说出去工作 就干这个 他 韩文静知道吗 知道了 是老黄告诉他的 胖子知道吗 这么说朋友会也知道了 他是去那儿喝酒碰上我的 为什么谁都知道 你就瞒着我呢 都不是我主动告诉的 我不告诉你们 是怕你们为我担心 我突然想起那次在北京 你求万杰帮你做业务 你感谢万杰的时候 才说的话 他说你别谢我 这不是我的功劳 光我能喝有什么用 关键是配合得好 现在出来混的成绩全是A 拼不过胸前一对C的 关键还不是你够漂亮 我们当时还开玩笑 说王远长这一对凶器 随便往哪一做 都有出卖色相的嫌疑 不去做公关真的可惜了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我这都是被钱逼的 路是我自己选的 不怪别人 钱不够你可以想办法呀 我们大家凑合给你不就行了吗 我不想再要你们的钱了 我每天欠着你们的钱 我连觉都睡不安稳 是 朋友的钱你可以不要 胖子的钱你也可以不要 客人的钱你就行吧 你应该要了吗 胖子还在为你找工作 拿着你的简历 去求虔诚无忧的人 他现在还在照顾你妈 我对不起他我知道 胖子人好 对我好 对我妈也好 我试过 我试过去喜欢他 我试过把他当成我男朋友 我试过把他当成我男朋友 我试过把他当成彭勇辉那样去爱 可是不行 我做不到 因为你心里还想着彭勇辉 没有 我没有想彭勇辉 我跟他早就没关系了 我想我是没有能力再爱了 我这样挺好的 没爱没恨一身轻 胖子现在还在医院里呢 跟照顾亲妈一样的照顾你妈 一句无爱无恨 没能力就给打发了 你早干嘛去了 干嘛不说话 陪我喝酒啊 我给你钱 周小伟 你根本就没法理解 天对我有多重要 我去工作室了 下午再去 生意怎么样啊 最近在谈一个大活 谈成了我就起死回生了 以前哪天天往外跑 现在整天黏在家里 跟抽风似的 我这不是想多陪陪你们吗 得了得了 干嘛 看看你爸去 看他干嘛 看感觉 又不是恐龙化石 看他又不感觉 疼啊 疼之后你 快点 行行行 行啊左右护膜呢 你又不会下 你要是会下 就陪着我 我改天一定陪你下啊 咱先把饭吃了行吗 你端过来 我就在这儿吃了 你不能总在这儿待着 你都晒秃鲁皮了 走把饭吃了 别拉我 我陪你喝两桩 快点 你再拉我就不吃了 你听见了啊 在喧嘆就绝食了 走 走 文青姐 文青姐 嗯 黄总来了 好久不见了 大小姐 你来干嘛呀 听说老爷子风凶化急了 笑意挺灵通啊 还行还行 我还带两瓶酒呢 我爸不回来你不来 一回来你就出现了 挺巧啊 你把我说得太势力了吧 你不势力吗 不是 我今儿还跟你说个事呢 说吧 王源 在我厂子里干了 真去你那儿了 对对对啊 不过这姑娘胆子挺大啊 敢从外边拿酒 到我厂子里卖 这是严重违反公司规定啊 违反规定怎么了 您想怎么地啊 我告诉你 王源在你那儿少了一根头发 我跟你没完 对对对 姑奶奶 我把她供起来 绝不让人碰着 你最好能这样 我可什么都没说她 而且把检举她的人 骂了一顿 知道她是谁吗 韩大小姐的朋友 韩大小姐的朋友 在我们厂子里干 那是我们的光荣 她想干吗 就随她 随她干吗 那还差不多 老黄 你对我这么好 什么意思啊 老爷子回来是回来了 退了 不管事了 那马屁白排了 我这就是因为 老爷子回来才来的嘛 看热闹啊 不是不是不是 做人得有良心是吧 你看 老爷子当初帮了我 那么多的忙 再说了 受死骆驼比马大是吧 山不转水仗 人退了 关系还在啊 说不定哪天 老爷子东山再起了 还能再提些我一把 我就知道你无力不起早 听说这个老爷子在家度假 我这给带两瓶好酒来 你没事在家度假呀 我这没文化 不过对我有恩的人 我可是终身不忘啊 你这看起来最近挺忙啊 想转行做培训师天天上课 得 你忙 我这先走了 等会儿 啊 反正老爷子闲着没事 跟我回家去一趟吧 陪咱喝喝酒 来到天儿解解半 得 没问题啊 走 爸爸你久了 我来我来我来 我回来了啊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来来来来 爸 什么事啊 那个有人来看你了 谁啊 爸 老黄你还记得吗 就是之前找你帮忙 你还帮过他那个老黄 不见 人都来了 怎么站着呢 谁扔你把人带到家里来的 谁允许你把人带到家里来的 就是这拨无良善人 拿了我们端水干不下水 瞎说什么呢 人家不是来求你办事 是来看你们的 还给你带了礼物呢 让他们的脏东西都拿走 他再不走打人 好好好 走走 走走 喂 王上 我在家呢 你在哪儿呢 你在哪儿呢 我去找你啊 家里的气氛实在是太诡异了 端华 真的啊 周小北知道你卖酒的事了 那他什么态度啊 他骂你了 别骂我才难受 他能让就这样了 假清高 有什么那样 有酒喝还能挣钱多好啊 两杯逼摸卡 为了赚钱喝的酒不好喝 一提起这事我就高兴了 你啊 悄无声息就干出这么一番 惊天地气鬼神的大事了 我太崇拜你了 你才是真正的自由职业者 这个 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说是真心话 只是有一点 你去老黄那卖酒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知道了 不管我知道了 你在外面偷偷敬酒卖的事 老黄都知道了吧 老黄知道了 我把你兜下来了啊 人默许了 你接着卖吧 只要不卖假酒就行 我哪怕卖假酒啊 我也就是想着 从外面敬酒过来卖 我不用给店里品尝 自己能多赚点 谢谢你啊 文婷 你别谢我 要谢谢人家老黄 人是生意人让你这么干 真是太不容易了 也就是你 干这种缺德事 谢谢啊 要是哥在半年前 打死我都想不到 自己会去卖酒 卖酒就卖酒呗 你就应该早有点说 待会儿帮你一块儿买 少来吧 我要真告诉你们了 你们会让我去吗 那还真不好说 小北估计到现在 还在生我的气 我真想把他约出来聊聊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 你又想错误我们俩 你别这意思 你少来 早上你说你晚上约了他 他不会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吧 王远 我告诉你 他来我立马走 你不用走了 他现在也跟我结交了 估计以后都不会理我了 真的 太好了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来嘛朋友 让我们干了这杯优异的酒 事实证明 感情经得起风雨 却经不起平淡 友情经得起平淡 却经不起风雨 我始终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王远 逆可去卖酒 也不肯接受胖子和我们的资助 回想这一年 什么都没落下 好不容易的 好不容易结个婚 离了 好不容易谈个恋爱 黄了 好不容易出了两个好朋友 全他们绝交了 小说已经接近尾声 有时候我站在窗前 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外面干裂的树皮 和异围伸长随风晃动的叶子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 仿佛要下雨 有种下雨之前的沉嫩 远处有一个工地 周围停着各种吊车 带着大铲子 好像时刻准备着 把某个人铲起来 摔死在尘土飞扬的路上 小宫正在搬运着水泥 看不到表情 房间里灯光很亮 电脑上闪着荧光 上面记录着我刚刚写出来的 一些狗屁普通的蚊子 看着这些 我常常会陷入一片混沌 我并不讨厌我的生活 可看到它变成这样 我有点惋惜 生活说到底 不过是睡觉洗澡 走路呼吸 小便大便刷牙赶稿吃饭 还得说话 有的时候言不由衷 有的时候掏心掏肺 你把它们处理得再好 也是这些事 可是我处理不好 我幻想着有一天 我的生活不再是睡觉洗澡 走路呼吸 大便小便刷牙赶稿吃饭 我希望我的生活里 除了这些还能有些别的 比如说凶杀爱情 快乐玫瑰 幻想地震海啸战争 中奖分裂返老还童 分崩离析世界末日 也许生活变成那样 我能把它处理得 比现在稍微好一点 又来了 你今天值班啊 还是给三十三床 那个老人吧 他最近情况怎么样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你还是问问病人家属吧 好 不行 三十三号病床家属 都是给你妈妈的 谁送来的 还是以前那个高高瘦瘦的女孩 原脸总来找你那个 谢谢啊 今天情况怎么样了 不太好了 您大夫让你们去一下办公室 好 谢谢啊 这是病危通知 请假出险子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他还能 还能天职多久 不好说 情况非常不好 不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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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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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我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K